萧崇华快步走过来 你还好吗 欧阳暖一愣 你 你不是入宫去了吗 萧崇华道 刚到宁远门 就听到金梁回报 我便派人去向陛下告假 匆匆赶回来了 欧阳暖身子一震 萧崇华却说道 事情的经过 我已大概知道了 你不必着急 欧阳暖心头滋生出一股暖意来 这件事 的确是我的疏忽 没有及时发现 红玉贴身的物件丢失了 才会酿出这样的祸事来 反倒连累你也跟着忧心了 萧崇华的目中 隐隐压抑着心疼 脸上却很平静地说 红玉是你身边最得力的人 如今出了这样的事 不仅仅是关系到他的安危 更影响了你的名声 若是如你所说 莫良是我身边护卫 他出了这样的事 我也要承担责任的 又怎能袖手旁观呢 这怎么说得上是连累 别人现在是有备而来 切切实实拿住了把柄 又有燕王府的规矩压着 若是我们贸然行事 对方正好请君入瓮 到时候 还要说我是纵容包庇 自己的丫头 只怕根本救不了红玉 好一会儿 欧阳暖才带着迟疑的轻声道 不光如此 我也怕 连累了郡王的名声 这个问题 你不用考虑 萧重华薄唇微扬 唇角眉梢都是笑意 他们若是定了红玉的嘴 会不会当场处死 欧阳暖定定地看着他 萧重华沉默了 好一会儿之后 才慢慢叹了口气一道 会 可是 红玉是我身边最重要的丫头 欧阳暖的心揪得紧紧的 你有法子的 是不是 萧重华刚要说话 就在这时 外面有人来报道 郡王妃 董妃娘娘有请 欧阳暖和萧重华对视一眼 心中不约而同叹了口气 孙柔宁果然是一点缓和的时间都不给他们留下 迫不及待要他们在众人面前丢脸 萧重华 萧重华握紧了欧阳暖的手 慢慢道 我向你保证 红玉不会有事 清连居 孙柔宁看到萧重华陪着欧阳暖一起进来 眼中闪过一抹阴霾 二弟还真是爱妻心切呀 不是去宫中吗 怎么突然赶回来了 孙柔宁笑道 欧阳暖微微一笑道 大嫂的消息才真是灵通 郡王不过是早上刚刚接到宫中急报 你这里就知道了 孙柔宁笑脸一僵 目光更加冷漠了 要不是打量着萧重华出去了 他也不会选择这个时候 没想到 他还真是半步也不肯离开 欧阳暖和孙柔宁两人之间 不知不觉就流动着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 董飞看在眼里 笑了笑道 暖儿 今日请你来的原因 想必你早已知道了 欧阳暖扶了一副 是 我已将红鱼带来了 娘娘要问什么 就在这里问清楚吧 还有什么好问的 人正物正俱在 还能问出什么花来不成 孙柔宁淡淡淡道 欧阳暖看着孙柔宁 只是笑道 大嫂这话说错了 咱们既然要请董飞娘娘攻断 自然要将发生的一切如实说一遍 不然你让娘娘怎么断呢 孙柔宁冷笑一声 看了看面色憔悴 一进来就跪下的红玉一眼 拍拍手掌道 来人 把墨良带上来 墨良是个面容俊朗的年轻人 面容隐隐见了几分刚毅之色 她被人五花大绑地压进来 看见直挺挺跪在地上的红玉 眼中流露出一丝不忍 进来以后 也不对别人行礼 只静止跪在萧重华面前 郡王 欧阳暖进她身上衣服都破了 隐约可见伤痕累累 不由变色道 大嫂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连话还没有问清楚 就用行了吗 孙柔宁眼底冷意更胜 却是一副为难的神色 弟妹实在是误会我了 这伤痕 可是她试图逃跑的证据 原先我派人搜查各个院落 也是无心之举 谁知道 就从她身上搜查到了 那件肮脏的物件 你说 我怎能不让人把她先拘起来 谁知她宁死不从 拼命要逃跑 这才受伤的 这怎么能算用刑呢 萧重华淡淡望着莫良 世子妃说的可是真的 莫良冷冷望了孙柔宁一眼 随后道 不是真的 世子妃不问青红皂白 就说属下与红玉姑娘有所牵连 将我拘禁了起来 还命人对我严心拷打 非要我承认与红玉姑娘有染 孙柔宁微微一笑 又不紧不慢地说 莫良 你可不要转移视线 我请问你 你既然不曾跟红玉有私情 那众目睽睽之下 又怎会搜出她的肚兜来 若说有人要诬陷你 这么多护卫 怎么不见别人受害 莫良急怯道 那肚兜 也不知是何人缝在了我的内山里面 属下因为一时疏忽 才没有发觉 郡王 属下每回奉命去内院 绝不敢多做停留 根本不曾收过红玉姑娘的肚兜 更不曾与她有所牵连 请您明见 欧阳暖深吸口气 面色平静道 若是从别人身上搜出肚兜 自然是没用的 旁人进不了内院 这脏水怎能泼到红玉身上呢 孙柔宁并不回答她的话 反倒向着手座上的董妃道 苗苗 你也知道我的性子的 是从来不会说别人闲话的 更不爱管别人的事 董妃微微一恶 玄机点头道 不错 你的确不是个多事的人 孙柔宁面露委屈道 可是弟妹刚才所言 字字句句 即使说我故意约貌莫良和红玉 这件事乃是众目睽睽 有目共睹 我跟他二人无冤无仇 难不成还会故意陷害他们不成 我是世子妃 纵然莫良是郡王身边的侍卫 也不过是个下人 难道我还会故意为了他们设局吗 弟妹实在是冤枉我了 孙柔宁果然是个不可小觑的对手 其心思敏捷 打眼知巧 果真心细如法 拒拒诸心 然而 欧阳暖不怒反笑道 大嫂 从头到尾 我可没有提过你半个字 你这样说 岂非是太过多心了 孙柔宁面色一僵 猛地回过头来看着欧阳暖 董妃笑道 柔宁 暖儿也不过是太过忧心自己的丫头 你不必将此事放在心上 她说的人 也定然不会是你 说完顿了顿 暖儿 你既然说红玉是被人冤枉的 可她的肚兜却确实是在莫良身上 你怎么解释 欧阳暖叹了口气道 红玉跟着我多年 从来不曾有一丝半点的行差踏错 我嫁过来不过一个月 她跟莫良也不过是几面之缘 怎么可能私痛 若非要说红玉和莫良私痛 可有人真正瞧见了 红玉是我的丫头 一天倒有七八个时辰在我跟前伺候 余下的时间 也都是和丫头们在一块的 哪来的时间与男人相会 更不要说在众目睽睽之下 送个肚兜给男人了 至于肚兜嘛 有人故意偷走 拿去诬陷又有什么不可能的 孙柔宁摇了摇头道 话虽如此 那毕竟是你的院子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 岂非叫人觉得你管教不严 欧阳暖笑了笑 大嫂说笑了 我来燕王府毕竟时事太浅 院子里的事 大多都是两位妈妈在管 虽然之前能出个被主的丫头 又怎能保证 不会再出个窃贼 大多都是两位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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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